因为这个鸭子的鸭要把它删掉 因为不要重装 重新再打一个猫 它删掉不掉 为什么? 因为目前只有一个图层 如果你只有一个图层的话 它不能删到没有图层 所以怎么办? 最简单的方法要不就是 你就新增一个图层 然后把这个图层删掉 删掉就可以了 删掉图层的话 有几个方法 你要不就选这个按删掉 或者是说你可以拖拉到下面的垃圾桶 可以 下面不是这个垃圾桶吗? 还有什么? 你甚至可以选这个图层之后 按这个垃圾桶也可以 它问你要不要删除 也可以 方法很多 反正至少 你可以把刚刚那个图层删掉之后 在这个产生的图层再打字也OK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你如果说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删掉它 我另外产生一个图层 可不可以? 第一个的话你先看一下 它的尺寸是 我看一下 刚刚我把它改 这个尺规这边是 这边把它改一下 改成它的大小 50乘50 所以刚刚有同学问说 老师我贴过去 我们字都没有锯齿状 因为你的字的像素太高了 所以像这个为什么会有锯 因为它的尺寸很小 这个就50乘50 所以你这边 如果你不删掉它 你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开一个新的档案 新的档案的尺寸 有没有 这边就输入50 这边也输入50 然后解析度 刚刚是72 你就直接背景颜色就是透明就好了 有没有 透明的 有没有发现透明 透明就是后面不是有个 有一个黑白马赛克的这种状态 OK 按确定就可以了 它就是把它砍作家 这样就是透明 你在上面打字也可以 大概是这样子 那今天的话 最后还剩一点时间 我们再来看一个有关大图照的练习好了 如果今天我们要针对什么 针对那个 假设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国民身份证 假设它现在有提供一个上传 如果你不用上传的 你也可以到那个护认单位 但是问题是你要先把照片冲洗出来 可是问题我们要怎么样 把那个照片冲洗出来 那它有一些相关规则 但是还蛮奇妙的 它这边是用公分 实际上当然我刚刚讲过 理论上是应该要用像素 可是它其实用公分 那怎么办 其实也没关系 如果你用公分的话 比如说它词 而且叙述也有点怪怪的 这应该不是这方面的人写的 应该是护认单位的人 应该是什么 这个值应该是高宝 横应该是宽宝 总觉得怪怪的 OK 而且它说人这个什么呢 还有一些相关规定 比如说什么 从头顶到下额的长度 不小于3.2公分 不超过3.6公分 不得实用合成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今天要做这样的图 然后并且怎么样 我把它拿去冲洗的话 像现在的话 你也可以找到什么 线上冲洗 所以你会让这边网络上直接 假设你做好之后 你要把它冲洗出来的话 你也可以找到什么 线上冲洗 比如说像哪一家 比较有名像银键 然后它一张的价目标是多少 比如说4乘6的4块钱 对吧 那你也可以直接在线上 然后就应该到7.5公分 或者便利商店就可以取件 或者宅配 当日配等等 不过它可能会有一些运费的问题 OK 那你当然也可以 交配299以上运费 不然的话好像要多收一些运费 如果说你今天要透过这种方式 去做设计的话 那怎么办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开一个新的档案 如果说我今天要针对这个 做什么身份证的证件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用身份证 假设了 然后我要做的就根据它要的 宽的话就3.5 高的话也是3.5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你冲洗照片的话 原来的解析度是72 可是这个解析度72 在电脑荧幕上看它OK 可是如果你拿去冲洗的话 可能它的解析度就不太够 所以建议至少300以上 如果可以的话600 当然更清楚 不过一般是300就够了 那我们就是3.5公分乘上4.5公分 解析度就是300 按个确定就可以 那你会发现这个说 我背景不透明 我说没关系 理论上白色的比较好 OK 那这一张就是我们的大头罩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到网路上Google一下 也许我这边搜寻一下大头罩 如果说我再找个范例好了 可能如果有侵犯人家交上权的问题 找不知道找谁比较好 算了 随便找一个这个 这个好 这个比较可爱的妹妹 OK 先借我一下 他好像也能告诉我可以 复制一下 好 那接下来的话我就把它贴过来 Ctrl C,Ctrl V 接下来的话太大了 Ctrl T Ctrl T就是把它缩小 记得 这边可能要把那个宽跟高这个锁起来 或者它变形 然后把它稍微缩小 移过来 缩小 移过来 然后大概就把它填满就OK了 填满 刚刚好 所以这张应该是他拿来当身份证用的 我在想 OK 打个勾 好 接下来的话 那我要拿去冲洗链 冲洗怎么冲洗 特别是 这个身份证已经做出了 先开一个新的档 就是 3.5公分 有没有 那不过如果我要拿去冲洗的话 那我要冲洗的是4成 假设了 我要冲洗的是 4成6的解析度的话 4成6 OK 那可是我要怎么拿去冲洗 第一个 一样要开一个新的档 这个叫什么 线上冲洗 或者叫4成6 假设我今天是4成6 然后 高度的话 你就改成英寸 英寸部分的话 4成6应该高多少 宽应该是6 6英寸 那高的话 就是4英寸 解析度记得 一样改三排 OK 好 那背景的话 我们把它改白色 好 按确定 这一张就是将来拿去冲洗的 4成6的照片 那我可以把刚刚的身份证这一张放到这边来 不过 因为它两个地方不像刚刚是可以整图 所以如果你要图样填过来的话 可能会有个问题 这边我把它先编辑 定义成图样 其实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会有个问题 身份证 然后在这边把它填满过来 编辑填满 填满的图样就是这一张图 按确定 它会变这样 就变成说边边会切到 那怎么办 我是建议 可能还是用刚刚讲过的 Ctrl A C 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这边哪 贴上 一张 那你可以怎么 一张过来之后 然后再把它贴第二张 把它移到旁边 贴第三张 贴第四张 OK 旁边有白边就让它 这四个其实不用重做 你可以按右键把它连结了 连结之后再复制一次 OK 然后复制之后的话 把它向下移 这样又一张了 OK 这样子最后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存档之后 拿去线上冲洗 这就OK了 就可以冲洗出来 就八张了 也就是说你将来 就有八张的大头罩可以使用了 那我把重点再跟各位讲一下 根据网络上的内政部的规定 这个叫4.5公分 所以这边到这边4.5 这边到这边3.5 单位是4.1 所以我们第一张 特别注意可以开心档案 这边请记得 一定要先改公分公分 3.5 4.5 关键来了 解析度一定要300 线上冲洗也要300 因为如果你解析度不够的话 你冲洗出来会是点状的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网络上也许你先找 或者最好当然你可以拿自己的照片 或者你现场拍一张 拿来练习是最好的 OK 如果你自己现场练习 拍出来 然后马上做应该会最有感觉 如果你用自己的照片当成作业 那我也给你加分 OK 那如果用别的也OK 好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请记得就是线上冲洗4乘6 记得开一个心档 那因为它是英寸 所以这边请你改英寸 英寸的话就是什么 4乘6 它的宽是6 然后高的话就是4 解析度记得也是300 然后再把它一张一张的放过来 OK OK 请各位试一下这部分 那最后等于是我们今天的练习 这边有三个作业 三个作业 第一个是104A 第二个是104的变化题 那第三个就是身份证 或者叫大头罩 大头罩的那个这个练习 OK 来画面先给各位一下